为了一支华为手机 宁愿来买个车 买个华为车 是什么概念呢 华为现在这个问戒汽车 1号说有这个产销快报 上市50天 订单已突破8万辆了 工厂的员工说从来没那么忙 有一些大陆科技媒体甚至透露 消费者为了买到这一机难求的 华为Mate 60还有X5折叠机 直接试驾之后呢 这个订一台问戒新M7 否则的话那拿不到买那手机的购买权 如果是照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你说苹果怕不怕 苹果当然会紧张 现在iPhone是不是真的在中国大陆 是踢到了铁板都因为华为 那么华尔街日报说 苹果第四季度财报显示 苹果已经连续第四季度收入同比下滑 而受中国市场明显下滑影响是比较大的 请教亮哥 这个是一定的嘛 因为华为的Mate 60就高阶手机 所以就直接撞到苹果 这是一定的啦 当然也有包括整个景气不好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发生作用 是 不过库克他不会这样说啦 因为 因为美国有一些政治人物就是 你中国是不是在抵制你苹果啊 嗯 那库克当然不会这样说啦 那库克 不过库克现在也不再 不再敢讲说他要 这个更多的要移到印度去啦 制造 嗯 这个也不敢讲啦 哦 因为他知道他有对手了嘛 对 那你如果是印度制造的iPhone 那搞不好在中国明年更难卖 对不对 因为这次是这样 目前你只统计了一个月嘛 嗯 因为华为手机是829才出来的 嗯 所以你事实上只统计了9月 嗯 对 11 11 12还没出来耶 是 不过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啦 嗯 10月也不好了 嗯 对 但实在是很难想象喔 为了要拿一个非常难买的手机 嗯 怎么样 还定这个车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两个产品啊 对 可是坦白讲就是人家车也做得不错啦 嗯 嗯 华为事实上只有提供 里面的系统嘛 嗯 那个车应该是赛克斯做的 是啊 是 嗯 对不对 嗯 赛利斯合作 只是人家沾你的光嘛 对 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做 电动车的公司就很多啦 嗯 嗯 那你要玩品牌 你打不过 那些有名的车嘛 嗯 你怎么去跟 比亚迪啊 蔚兰啊 那些你怎么跟他打 对 啊你就挂了一个华为 人家就愿意买啊 就是这样 是是 好 不过说到了这个iPhone iPhone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多 考虑要在印度来生产 这个 嗯 我们看到 这个有 苹果的产业链分析师郭明奇 他就预估啊 说明年印度制的iPhone占比 会提高到 呃 20%到25% 而且会展开iPhone17的研发 而且呢 说印度塔塔集团成为iPhone组装厂商之后 还渴望成为苹果下一个十年的成长关键呢 哇过去要拥抱中国梦 现在要改做印度梦了吗 哇这个是印度的好机会来了吗 但对于iPhone对于苹果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因为他用的还是组装厂 那如果要不就是红海移到印度去 那看起来很明显的并不是红海移到印度去嘛 他是找印度厂来去生产做代工 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印度生产制造出来的iPhone谁要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大的问题 对iPhone来说的话 他如何确保他的品管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买iPhone 然后我们会看他是哪一个国家生产制造的 如果是中国大陆生产制造的那没有问题啊 可是如果是印度的我为什么要 就考验消费者的接受度啊 而且之前也有过一个民调就是 连印度人都不要印度制造的 那你要卖给谁呢 所以我对这样的一个分析趋势的研判 我是持保留态度 我个人认为也很有可能是 库克他本身的一个策略上的运作 也就是我故意放出这个风声来 那看你中国大陆会不会紧张 也就是说看会不会因为我的厂 如果又移走了10% 你这边的就业率会下降或是怎么样 可是我倒觉得如果他是朝这个方向来思考的话 他就错了 因为红海目前来讲在中国大陆 他本身的这个经营模式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受大陆劳动者的喜欢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美国的无人机到底要干嘛呢 在加萨上空飞行 那么根据纽约时报报导说 这个是要协助拯救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 美军一直提供武器建议给以色列 可是出动无人机呢 这代表美国正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以前是不是不曾有过 那现在要出动无人机 当然呢是说要协助能够让人质出来 可是 怎么出来 在地道怎么出来 不知所云啊 所以不是这么回事 那到底真正 不是吧 总要有人带出地道嘛 因为人质一定在地道里面嘛 而且搞不好是在很深的很深的底下 藏的很深 对那你怎么把它带出来 你告诉我嘛 就是说在上空飞也看不到人质在那里 看不到啦 而且一定要有人带出来嘛 你带出来可能你是要射杀追赶的哈马斯吧 是要射杀哈马斯嘛 因为他可以定位做攻击嘛 可是问题是你怎么带出来 以军不是说不要挺我 对 而且目前以色列的打法 他没有要救人质的意思啊 他是要扑灭哈马斯啊 他所用的所有的武器 没有一个是要救援啊 都是要杀啊 所以我不知道那纽约时报在写什么啊 你也不要太认真啦 因为纽约时报就犹太人办的嘛 对啊 好 所以呢 那赖老师你觉得这个无人机出来是 会有可能的作用是 我们要看他的无人机是哪一款的 是死神无人机 那他就是查打一体 对啊 可以供查 也就是说他可以侦查 他也可以供查 但问题就在于你要拯救人质的话 他一定要搭配地面部队 也就是说假设他无人机 有发现有人质的移动 假设他有传感器 因为有一些会有传感器 有一些是用摄像头 有一些是用体温的感射器 那如果说他有侦查到的话 那你要通知你的地面部队 可是问题是你通知你地面部队 是美国的地面部队 还是以色列地面部队 那相当于有可能一定是 就是以色列地面部队嘛 因为现在美国没有派出 他地面部队 美国的海报也没有进入 这前线里面去拯救美国的人质 所以以色列地面部队在这里 在地面 然后呢是由无人机来协助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干嘛 是要锁定那个攻击的坐标吗 所以他不一定是拯救人质 他有可能是要去杀哈马斯 所以有可能是美国藉由拯救人质的名义 但事实上是在协助以色列 进行对于哈马斯 或是进行对于加沙地区的攻击 对啊 那这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手法 那他是介入了这个战争了 那就是间接介入了 但是他会咬住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就是为了拯救人质 就是一直紧咬这个理由就对了 因为这是美国人最惯常用的手法 他永远 例如说 我就是指控你海山拥有核生化武器 海山说我没有 然后我连我的床都给你检查了 你就是有核生化武器 所以他就发动战争了 这个就是美国人他常用的手法 我现在就是为了拯救人质 所以我的军力派进去了 我的死神无人机派进去了 我在协助以色列作战 但是他说 我永远就是在拯救人质 事实上他是在协助以色列打仗的 有可能你可以这样解释 这个就是美国一贯用的方法 好 欺骗 欺骗 再欺骗 这个就是他的前任总理 不是就这么说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苗伊克甲的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